9月12日起 中天綜合台 最新一季 中國好聲音4 一近晚上7點多 兩名高中生還背著書包 穿著制服走進派出所 看起來有點緊張 不停交頭接耳 不過第一次進到警局 可不是做錯事 而是他們撿到12萬 十斤不美 在電話裡面是滿驚訝的 因為剛好在他要下車的時候 他看到座椅下面 有一包新資袋 原警從高中生手上接過新資袋 小心翼翼交給承辦同志 印象很深刻 因為兩名高中生在電話那頭 問說警察哥哥 捐到好多錢該怎麼辦 上個月21號晚上6點多 兩人下課搭捷運回家 在捷運之山鎮 捐到12萬 先打電話到大屯派出所報案 原警立刻帶回高中生 接著聯繫失主 新資袋上有罰新名單 還有施主署名無色留下行動電話 原警循著蛛絲馬跡 找到正在捷運站附近照前的施主 小石店老闆擬出12萬薪水 把新資袋放在褲子後的口袋 搭起浴石不小心掉在座位上 趕到派出所來的時候 他也是當面就跟兩位學生 表達他感謝的意思 迷糊失主得知掉了12萬現金 被安全送到派出所 送了一口氣 因為裡頭裝的可是員工的薪水 兩名高中生實驚不昧的善行 讓人讚賞 記者旅遊生黃子鳳 台北報導